这俩小屁孩是真能做呀 你说你钓鱼就老实的钓呗 小白顺手就掏出一根趋黑的滑子 并表示我一天不受滑子就浑身难受了 小黑一看不惯呢 夺过来就给撇了出去 结果直接点燃了牌屋口的废油 然后就顺着管道一路向上 就这么的 小哥俩成为了优势以来最小的罪犯 时间一晃 36年过去了 当年的小哥俩变成了老哥俩 和两人干事还是不着调啊 老白招呼老黑下来吃饭 老黑一个激动操作失误 领导是崩溃了 这两人就跟没事一样走了 这么多年过去 老哥俩的钓鱼爱好并没有改变 两人一商量 直接来个说走就走的旅程 路过服务区下来休息 都掩盖不住甩根的兴奋 这是后座的该溜子过来搭话 说着话的功夫就把车钥子给顺走了 老板娘全都看在眼里 好心的上前提醒他们 但两人并不相信呢 结果 这点小挫折可不能耽误钓鱼 老哥俩就这么腿着推着小船 好在是遇到两个大美女搭上了顺风车 老哥俩高兴得手务足蹈 但意外却再次降临 一个巨坑把小船上的啤酒颠了起来 老黑赶紧爬过去护住 可就在这时拴船的绳子还松了 就这么的 老哥俩坐着小船开起了无人驾什么事啊 一路风时电射根本就停不下来呀 老白只能是抛下穿毛 好在是勾住了电线杆子 可这才刚停下 就听见一声气敌 一辆火车正鸡翅而来 哥俩是赶紧下来推船 却是纹丝未动啊 老白赶紧摘下电线杆子上的穿毛 在火车撞上的前一秒 显至又显得躲开了 可还没等两人喘口气呢 火车震动 穿毛掉了下来 还正好挂在火车椅子上 把路过的俩美女都看蒙了 就这么的 小车没了 小船也没了 老哥俩还是没有放弃 搭上顺风车 继续前往找到地 半路上 无意间看见了自己的车 当得知该溜子正在厕所 老白超气家伙 就冲进了厕所 今天让你小子看看我 无敌小轩疯的厉害 这俩老爷们是真虎啊 不仅在家伙山抽烟 还把去黑的滑子 直接给扔汽油上了 是差点没把家园也点着了 就在刚刚 老哥俩看见自己被偷的汽车 老白超气家伙就来到厕所 低头看了看鞋 对 就是这孙子 然后扒着一探头 哎呦我去 这孙子还有枪呢 吓得老白就要跑路 可 也顾不得临城落汤气 赶紧招呼老黑 上车就撩了 这刚刚抢回自己的车 老黑就在车里 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 一开始老哥俩并没有在意 直到晚上看电视 这才知道 这该溜子原来是通讯犯的 警方选上十万块来抓他 提供线索者就有十万的奖金 老哥俩对视一眼 这发财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哥俩是叫也不睡了 是又唱又跳啊 这奖金还没到手呢 就开始消费了 本来想坐到船钓鱼的 结果这小老妹这一扭二夸的 哥俩就要分析买船 可就在试船的时候 老黑不小心碰到了开关 小船就如离弦的剑 窜了出去 直接冲进了锤钓区 小伙子正准备甩杆呢 好家伙 小伙子是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就是钓个鱼 还能免费体验一把冲浪 俩人尝试着停下小船 结果是越整越快 老白要不是耗着篮杆 就得给甩飞咯 就在这时 那把匕首还掉进了水里 老哥俩互相埋怨对方呢 一抬头 对面一群小船冲过来 这都是来找他们俩算账的 哥俩一看 这要是被逮着 不得给揍死 赶紧掉头 冲上了岸 在放到所有的小船后 稳稳的停在美女销售面前 然后 哥俩就说了 你们这船质量不行啊 我们就试一下就闪架了 我们不要了 老哥俩是赶紧开着车就撩了 这物证也丢了 这奖金肯定是也是完蛋了 俩人无精打采的行驶在路上 偏偏这时 轮胎还爆了 可就在换胎的时候 老白在后备箱发现了一张地图 上面正是标注该溜子藏赃款的地方 这还要什么奖金了 这不比奖金香多了吗 哥俩立马就兴奋了 当晚就入住了豪华酒店 那二十八年的小拉菲立马就炫了起来 晚上睡觉 必须是总统套房了 可半夜里 老黑直噜噜的就坐了起来 然后扭开燃气阀 接着划着了火柴 兄弟 拿着搬手 再下一天能避雷 没想到的是 老白还真信了 对着天然还比一会儿了两下 哎 你还别说 还真真真真真真 老白也是真倒霉 本来意外弄到一张藏卯图 本打算第二天就去寻卯的 可晚上老黑还梦游 先是打烧了煤气 又划烧火柴 点烧了阵头 老白在手忙脚乱的灭火后 就去追老黑 服务员进来查开 一开灯 这一下老黑是惊醒了 不过地图肯定是也找不回来了 老白只能是靠着记忆 试图找到宝藏的位置 可这小汽车再次抛锚 还赶上了电闪雷鸣 就要下雨 老白呢 胆还小 吓得跑到了大树后面 老黑就说了 你是真傻呀 那站在大树下面不等着IP吗 你出来拿着班手 把自己当个壁雷针 就啥事也没有了 那结果就是开头那一幕 直接给老白批的冒白烟呢 可奇迹的是啥呢 老白竟想起了宝藏的位置 两人赶紧出发 来到了藏宝地 坐船划过沼泽 找到洞穴 钻进去 在大树叉子上找到一个箱子 打开一看 竟都是基因珠宝啊 老哥俩正高兴呢 就听见后面有啥动静 一回头 为了宝藏 这老哥俩也是拼了 只见老黑骑在鳄鱼身上 用力掰开鳄鱼的嘴 老白颤及抽出箱子 先是一套组合拳 又是一记撩阴腿 愣是把鳄鱼干蒙圈了 俩人顺利拿到宝藏 正规划着以后怎么花呢 该溜子出现在身后了 他逼着俩人把汽车推进沼泽 然后把他们绑在木屋里 气得老白一口老痰就要脆腿 该溜子直接带着脏款 开船离开了 正在两人赶到绝望时 木屋主人犹如天神般出现 并放了老哥俩 老哥俩可不甘心 被该溜子欺负呀 开着船就追了上去 可这俩人这驾驶技术太一般了 就跟个大耗子似的 是左右乱窜的 好不容易追上该溜子 却被他一个甩尾给撞到了大马路上 看着有飞机来接应该溜子 老黑立马调整方向 再次追了上去 就在仰看着该溜子要逃跑时 老白集中生事 拿起身边的鱼杆 就直接甩了出去 并成功勾住了该溜子 直接老白用力收杆 该溜子被警察逮捕 老哥俩他发财梦虽然破灭 但却成为了抓捕罪犯的英雄 好